第一個有關於洪杜拉斯的那個宣布斷交的這個時間點 我相信大家已經注意到就是前幾天我們已經把那個大使召回來了 那我們的大使張大使也已經回到台灣來了 那我們在昨天也都在密切關注那個中國跟洪杜拉斯的這個協商的狀況 那我們已經看到了那個洪國的外交部長已經到了北京 所以我們已經決定說今天早上要來做這個宣布 這個跟洪方的這個宣布是沒有相關的 那第二個是有關於我個人政治的責任的問題 我相信跟我相處過的我的長官我的同仁都知道我認真和負責的態度 那有任何的責任的話我絕對不會迴避